今年宜蘭三對三聯盟賽非常有意義 因為宜蘭市的隊伍由一隊增加到三隊 而且實力堅強 所以10月2日的巡迴賽一定很精彩 歡迎鄉親前往為地主隊來加油 在這一戰的進行 那我們的這個比賽呢 現在是正式的奧運項目 然後也藉由我們的聯盟賽的舉辦 才替台灣增加了國際的積分 那未來我們台灣才有機會去前進奧運 拿到奧運的資格這樣子 我們希望這個提升我們 我們年輕人的活動的一個平台 那往後有機會 因為現在三對三已經也是 奧運的一個項目之一 然後這個每個站他們都可以累積分數 那希望我們能夠在這個 因為今年的奧運 我們成績非常的顯著 我們希望說這個活動 提升運動之外 我們還有機會打入奧運的殿堂 然後我們對年輕人 我們要鼓勵給他支持 市長江聰淵表示 宜蘭市公所和宜蘭市體育會 一向都很支持三對三聯盟賽 加上宜蘭新月廣場 以及菁英酒店的支持 和場地的贊助 希望觀眾都能遵守 相關防疫的規定 讓賽事在安全的環境之下來進行 這次的隊伍相對的 也有增加很多 平常在防疫期間 尤其有一些時段 連籃球都沒有辦法讓他碰到框架 大家都會覺得很悶 在悶了一段時間 大家共同對於防疫守成的結果 要來做最好賽事的發揮力量 我們也給予這些團隊 他們予以最高的鼓勵 這個都是在國際巡迴裡面 有積分累積的這種成績 這種成績也可以慢慢建構 跟國際連結體育能量的一個互動 我們也希望說在宜蘭的部分 我們不只不缺席 而且能夠把這個活動力量 辦得更加的有聲有色 主管同位指出 三對三籃球賽已經列入奧運正式項目 如果能在聯盟賽取得好戰績 拿下很高的積分 對於爭取參加奧運的參賽權 一定相當有幫助 奧運三對三 宜蘭雄戰 藝人新聞記者 賴福欣採訪報導